那么package在json里边 要把这个新的东西加进去 你只要把它加进去以后 然后这个他要 这个里面是要加什么东西呢 这里面是要加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style这个 到底从哪个地方来初始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初始的设置 这个初始的设置来讲 若让你自己一个一个设置很烦 所以他有一个初始的设置 这个设置呢 是刚才我们所说的config standard 所以他extends 那么他从谁扩展而来呢 从这个style lint config standard ld 从他来扩展 好吧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看 好 invalid configuration object webpack has been initialized using configuration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API schema 他说这个style 他说这个style lint 是st y le lint 对啊 这个没错 这个东西编起来就是 难道我又哪打错了吗 我来看一下哈 把这个去掉 他都不破的 呃... 呃...好 呃... 嗯... 呃... 这个到这...这个到这... 可以把它先去点吧 就直接这么写就行 没有错了吧不应该再有错了吧 嗯... 对...现在这个东西是生成了 然后看看啊 这个现在抱着来的大家会觉得啊 怎么出来这么多错 首先这东西出来了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东西出来了 如果你要不信的话呢 我可以... 呃...虽然刚我配完这个 我可以把这个扇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遍 它已经生成了 这是已经生成完了 然后在loader做完了以后 它底下 这就是stylelint 给你抱的错 我们试试去看几个啊 我们这这这么多 我们整个也修完 啊...这个太长了 然后这个里面有的报的错呢 其实有的是什么各种bootstrip里面 这些东西里面的 啊...然后... 然后... 我们看看unexpect missing 啊... newline 我们来看一下src里面啊 这个其实我可以这样 我把它导出到一个叫1.tst里面的东西 1.log吧 因为它太长了 我前面已经翻不出来了 好... 然后这是我用nodepad把它打开 哦... 哇...这个...这个老个... 这老个换 我看看拿什么打开 拿这个打开吧 好... 这就是那老换键 我们看一下上边这烂七八糟的一些东西 我们不管 它现在告诉你的每一个里边 函数里边的出现的错误啊 你看看都是什么错误 srcapp.css 他说第二行第五个格 我们找一下第二行第五个格 第二行第五个格 然后他告诉你什么呢 expec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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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inditation 应该 发音念inditation inditation inditation of two spaces inditation 错误 第三行 第四行 第十四行 第十五行 第十六行 第十七行 我们来看 第十八行 现在不算啊 我们就把这点都修掉 你看看他 他其实报的什么 二三四 然后后面呢 是十四十五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他这意思是什么呢 我现在缩进是四个空格 看到吗 他说你四个空格不对 你应该用两个空格缩进 好 我们重新 好 跑一遍 我们现在给个二点捞 这样一会我们能看到那个出处的捞 因为他那翻会翻上去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报错 把二抓进来 看 看到吗 app.css 就剩一个了 所以 而且你看啊 bootstrip的这不是我们写的 bootstrip.css 是 呃 其实是人家 发布出来的一个包 也就是说你真正能用的 你不需要改他的包 你看他里面的错误 所以底线你们就评价 你自己你自己去考量一个问题吧 你觉得 呃 style lint到底有多大的始终价值 而且他给你报的这些错 你看都是什么 呃 呃 反正基本上还是这个 你因为没 end of sauce 我告诉你这行是哪错啊 unexpected missing end of sauce new line 呃 no missing end of sauce new line 什么意思啊 这行错我告诉你 我把这行都给你改 送负送到西啊 我告诉你 你看这是最后一行吧 他告诉你 这最后一行不能结束 最后一行应该是这样的 我这么改完了以后 就第一个app.css就没错了 style lint就把他里面所有的他认为有毛病的地方都给你找出来了 啊 ok我们来再来看一下 看了吗 上来直接是bootstrip了 比较一下刚才这儿 这行没了对吧 app.css 你不信你拿这个搜一下 你看他还有吗 这是在那什么里边了 这个作为错误他就没有了 还有啊 他就这么两个地方 作为这个这个这个出错的地方就没有了 所以这就是呃 css lint做的全部的事情 那么 他是不是真的能帮到你 你自己来 来判断这事 好吧 所以这底下呢 那我们就萌生了另外一念头 萌生了什么念头呢 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关了呀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我教你配是因为背不住在工作的某些地方 你背不住谁要求用这东西 或者就要求你把里边所有东西必须按照要求都改掉啊 这也ok没问题 就是大家统一一致嘛 但是如果是不需要呢 当然不需要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说 我亚洲就不装 不装是最简单 就刚才我们退回到刚才以前的状态 那第二种情况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我虽然也把它装了 但我跑他的时候 我是可以把它关掉的 那底下的问题就是 我如何把它关掉呢 ok 我怎么把它关掉 这个是其实是我们底下讲的一个重点 其实说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把它关了 那么你要想把它关了 怎么关呢 这刚才我是叠了一下啊 我们基本的做法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上面设定一个东西要开关 Const Style Lint 这个其实来讲是C++里面的一个那什么 就是 只要是Constant 当然你说这个Constant 你为什么不那什么 因为这是构造函数 所以这就是因为JavaScript是一个弱类型的语言嘛 这个就是一个常数 一会儿它就是个不耳型的常数 所以叫StyleLint Enable 或者呢你可以叫Switch TCH 就是开关 W SWI TCH 没拼错 等于首先我让它等于True 它在等于True的情况下 那么底下这个东西只有一个New 我看见了吗 那么对于这个New来讲呢 那么我们因为New它最后整个 这个东西就是看它是否 或者说其实从这来讲看它是否能用 是在这 对不对 Lint 对 其实来讲是可以这给它加一个方块 没问题吧 加完方块号以后 那么在这个地方 其实来讲我可以用一个东西来控制它 那我用什么东西来控制它呢 我就拿刚才这个Switch来控制它 这个Switch 这个Switch如果是True的话 我就把它返回来 没问题吧 如果这个Switch是False的话呢 我就搞一个这个 就是这个就相当于 因为你这必须是一方块号 你这啥都没有 这里面这个Plugins会会遇到错误 那我就把它斩成这样 斩完了以后 保存现在是True啊 所以现在它运行的时候 应该跟刚才的 suppose跟刚才是一样的 等会 WiPass 你是在Using 好像这个地方又写的又不对了 哦 他要把它写成斩的这个样子 写三个点 这三个点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来讲 它是把后边这个东西弄完了以后 在这展开 因为你如果写一个方块号的话 它是不接受的 所以来讲是什么呢 是把这个东西 里边的东西 三个点是 也就是说这么说吧 首先你把这个东西看成一个整体 它要么返回来一个数组里面包含New的 要么返回来一个什么都没有的 然后第二点是 这个是ES6的语法 它会把它往这斩 往这斩的时候呢 要么它斩成一个这个New 要么它斩成一个空 理解吧 所以你找或者说你找技术 加这个东西它能跑就行了 这写代码丢三拉四这个 所以大家看到有时候你们会写错 不要觉得那什么 就是我也会写错 而且这鬼东西没人记得来 你经常弄行 因为这是处嘛 所以这东西开着呢 对吧 好我们现在在上面 我们做一点操作 把它变成false 然后我们继续再来看 这个时候它就不开了 没有了 世界清爽了吧 终于把它关掉了吧 好 就是未来也就是说 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 所有的基于这像这样的东西 我们如果想关它的话 我们就能用这种办法把它关掉 OK